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沿海地区仍然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这种情况在明天持续 尤其是海面上强风浪以及沿海地区的长浪情形 明天这回持续 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 建议明天尽量不要前往海边以及海面上 从事任何作业或活动 至于在天气方面 其实凌晨到目前为止 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 我们看到的降雨形态 跟我们原本预估是相当类似 整个东半部地区 屏东地区 甚至到高雄的山区 都出现了豪雨的现象 其中在屏东山区靠台东山区这地方 有出现了超大的豪雨 那么这台风的环流 虽然逐渐地离开 带沙的外围环流 带来的云气 一波一波影响我们的天气 尤其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和南部地区 同样的提醒 我们今天是提醒大家 这样子比较红色暖色系的 这比较强的对流云气 一旦一进陆地 会带来比较强的瞬间强降雨 今天中午以后 花莲台东屏东 就普遍一旦有这样的对流云气 到他们上空的时候 就出现了四五十毫米的石雨量 也预计这样子的外围云气影响 还是会持续到明天 所以在降雨方面 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 横川半桃屏东地区 以及在高雄山区 南投山区和新北的山区 会下局部性的豪雨 其中在台东的山区 仍然是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 更甚至在屏东的山区 会出现超大豪雨 另外在蓝雨地区 以及在台中的山区 和桃园的山区 还是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台风逐渐离开 气象局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我们对各地区 不同的叮咛和提醒 希望大家要多多留意 以上是这一次台风 最后一次的台风记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